台北捷運在今天是接獲到了恐嚇郵件 內容是揚言要使用刀線 在捷運龍山寺站來殺鳳梨 還要開車重撞總統府引發了高度關注 警方也強化巡邏 並通報了國安單位 而此案也是三月到現在 北捷接獲到的第四期恐嚇 遠景在捷運龍山寺站內 不斷的巡邏 因為台北捷運三十一號上午 接獲一封恐嚇電子郵件 內容表明對現今的證據不滿 揚言要攜帶刀線 在龍山寺站內殺鳳梨請行人吃 並且在三天內開車衝撞總統府 事實上北捷先是在十二號發生古庭站恐嚇案 十三號又有一名少年與父親吵架後 竟然用父親的名義傳恐嚇訊息給北捷 預告大平衣站會爆炸 十五號又接獲一名男子的恐嚇電話 聲稱將在中山地下街的超商引發爆炸 三案都被警方迅速偵破 包括此案 三月間就有世襲恐嚇案 讓乘客很擔心 警方強調北捷每天運輸旅客多達百萬人次 容易成為想要製造恐慌者的目標 也強調 民眾如果隨意恐嚇北捷 危害公安 會吃上刑法的恐嚇公眾罪 罪重判刑兩年 目前正記憶追查恐嚇信件來源 儘速將恐嚇者逮捕到案 記者陳嘉欣 張友嘉 台北報導